在天气干燥的时候 很多人会感觉煮干 喉咙都有些干燥 在这个时候 其实适合吃点粉葛 中医说粉葛有清热下火养阴心筋的作用 简单来说 它可以帮助我们 缓解因为上火或者是蝎水所引起那种口干舌皂 喉咙不舒服 特别在华南地区 粉葛是非常常见的本地食材 它不单止是可以煮汤 炖菜 还可以造成粉葛粉 食法也很多 营养也很丰富 可以说是老百姓家里 特别常备的一味食疗佳品 大家好 我是仔细生 这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粉葛 葛根和粉葛是分别来自野葛和甘葛藤的钢造金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粉葛是葛根的一种 所以大家以前经常将粉葛和葛根运作用 觉得它们的药效差不多 所以它们不分彼此 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 这两者在二王同类发合物的含量上差异很大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2005年版的中国药典开始 葛根和粉葛被正式分为两种不同品种来替代 那二王同类又是做什么呢? 研究表明它们在保护心血管 抗癌和钢血糖甚至是对抗 酒精伤害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 粉葛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基附行澱粉 所以这个就是做葛粉的主要原料 而且与野葛不同 粉葛更加私下我们人工 有种种植的 好像四川、广州、江西这些地方 就有大量的种植 那粉葛吃起来的味道都比较甜 它不单止可以入药 还可以做保健品和食品 那粉葛的适应性也是特别强的 它们内行、内贫籍的土地 很多地方它都可以大面积种植 而且几个快筋产量高 含有丰富的淀粉 可以作为一种新的非粮食泥盐 用来加工、燃烧、热醇 有实验数据表明 每7.5公斤新鲜的粉葛 可以生产出1公斤燃料二醇 目前粉葛的平均 某产量在30-45燈之间 换算一下 每公顶大概可以产出 4000-6000公斤的燃料热醇 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燃料热醇生产国 它只要用到的是玉米等粮食作物 这样一来 不单只会大量的消耗粮食 还有可能引发全球的粮食危机 而我们如果是用粉葛来做生产燃料热醇 就不会和人增粮食 同时都不会和粮增地 这么关键就是 我国本身就是粉葛的主产区 它的自然非常丰富 所以发展这个粉葛的新闻能源 是有很大的潜力和一个光明的全景 粉葛的根是特别发达 它在表层的土壤里面 会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根网 这种结构在防止水土、冲沙、山体、崩塌 还有护坡、还有稳固路机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它的藤蔓也会删得比较快 我们人工种下来半年左右 它的藤蔓就可以删得3-5米了 地面的绿化、福贵率都可以超过80% 而且粉葛的生硬性很强 它的抗烈性都比较好 可以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 所以它不单止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而且可以将荒地慢慢建成绿色的植位 它就营造一种更健康的生态系统 最近你朋友问 紫医生你可不可以从营养学和成分的角度来讲讲粉葛呢? 其实粉葛不同部位的化学成分是不一样的 好像自己的根和爐头 即是靠近根部的部分 它含有比较多的二黄酮的成分 而静里面的成分就相对少了 叶子和它的花都含有一部分和根类屎的成分 根据现代药理学的研究 这些二黄酮同类的成分是判断粉葛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药理研究和质量控制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粉葛中含有的线脂纤维只要是纤维素 研究发现它有一定的抗硬的作用 同时都可以调节血糖 在市面上已经开发了不少用粉葛做的保健食品 值得一提的是 粉葛的纤维纤维比野葛少一些 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更加嫩 而且它的淀粉含量比野葛更加高 这就使它非常适合造成一些绿色健康的食品 再加上一些独特的轻香味 用粉葛做出来的食物就确实是有点特色的 虽然粉葛在药用方面就不如我们的野葛根了 但是它的食用价值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一种比较好的药食量用的食物 另外粉葛中的二王铜锐物质 有这个分强机的 它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即是说它去帮助清除体外一些有害的自由基 在体外实现中就显现出比较好的抗氧化作用 还有研究发现粉葛提取物对一些强自由基 和超氧因离子这些自由基都有清除的作用 这一点就证实它的抗氧化能力 粉葛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分就是葛根素 研究发现它可以让那些醉酒的小屎体内的抗氧化物水平回升 比如超氧化物、基化物、丙移醇、急光钢钛过氧化物 以及急光钢钛的这些指标都可以接近正常水平 说明它对酒精中毒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可以保护好像处肝脏这样的器官细胞 而且有临床研究发现将粉葛和其他药物一起来治疗糖尿病 都有一定的效果 还有一点粉葛的镜和乙都有葛根素的回升成分 但已经不同部位行量不一样 一般来说镜和根的成分都比叶子多 尤其是镜里含有最多的葛根素 其实益钛效果都是最强的 就像对金黄色葛导钢钢、粉链球钢、苏芸金牙包、矿钢 跟多重的内药绿光钢钢 这些食材都有中度的抑制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发言就是 葛根素在动物实现中变形7-2效果 例如它可以使用大鼠的结肠温度下降 而且可以减少大脑下抽脑的血清素 如果用一些药物阻断血清素的作用 这种退耳效果几乎看不到 就说明粉角的退耳作用和血清素有关 虽然它的退耳效果比不上野角巾 但如果是制量充足的话粉角的退耳效果都很明显 最后就说到心脏的保护 研究都发现粉角有一定的效果 像在动物鼠当中服用了粉角之后 心电童参数就改善了 生机受损的指标降低 以及修复生机的蛋白质都增加了 煤的活性都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粉角可以减少血气后产生的氧化损伤 抑制细胞的炎症反应 还有可能影响相关的生物信号程度 接下来有点朋友问 谢医生可不可以吃角粉呢 角粉的主要权料是品角 它附行腺食纤维 由于一岁以下 小鸚子的消化度系统 都未完全发幼成熟 高纤维食物可能会引起一些 腹脏和腹蝕这些不舒服 所以就不建议它们服用角粉 对于一岁以上和三岁以下的儿童 如果它没有食物过敏史 而且几个腸胃功能正常 可以少量地尝试 但是都不适宜过量或者长期食用 因为舌量过多同样会引起一些腹蝕的问题 另外 角粉中含有角金素的成分 这种物质有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的作用 所以低血压的患者不适宜吃太多角粉 以免加重低血压的病症 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角粉是性熟偏良的 如果有体寒或濕气寒的人吃了之后 可能会加重体内的寒濕 造成一些不舒服 这类人就要少吃或者不好吃角粉 平时要多吃一些温饱去寒的食物 比如桂圆、山楂、合同花心 多谢大家